現在有很多新型的單位都是主打開放式的廚房 如果想改了家庭的時候 開放式廚房又應該用什麼天花呢? 今集就讓我們大家一起看看 開放式廚房如果天花上沒有陣位的話 其實就會接駁著大廳的天花 如果突然間加一個鋁片架天花 就會顯得有點顯暗 所以可以做一個木囊的位置去分隔開天花 再游上牆身本身的顏色 就可以偽裝成牆身的一部分 只要在製造木囊的時候 預留位置安裝鋁片架天花 就不會過分顯暗了 其實除了一般比較常用的鋁片架天花之外 現在很多的C樓都會選擇用一些防水的木板架天花 因為他們的選擇比較多之餘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也可以裝不同的AED燈上去 看樓都比較漂亮 所以就很多人會選擇 有些業主就會選擇不做假天花 因為這樣的樓底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天花有喉管或者長時間使用的油煙 就會很明顯地看到 但是做假天花的話 其實就有利於家居清潔 雖然電池爐比煤氣爐的排煙可能會比較少 但是長時間使用的話 天花板可能都會有油煙的污漬 所以當廚房開放式的時候 人們就會加倍擔心煮食的油煙 會影響客廳的乾淨程度和外觀 所以以下就是一些建議給大家 首先第一就要選合適的抽油煙機 大家都可以因應家居的環境去選擇符合的爐頭和抽油煙機 高度距離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以選擇秋風量較高的煙導式抽油煙機 而且配備自動清潔功能的型號 這樣的效果就會最理想 而第二就要選合適的物料 拍飯廳的牆心和地面 最好可以選用容易清潔打理的材料 例如一些光滑、防水和內磨的磁磚或地磚 相反如果鋪設實木的地板 就會比較容易吸熱而且變形 如果鋪地毯的話 當地毯吸上油煙之後 亦都很難會披走氣味 有礙於清潔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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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